我們到新加坡了 其實它洗手間的燈光呢 最近非常火那個 那台光就是 先查個補衣服 有一天晚上 爸爸你知道現在從馬來西亞 飛中國在收行李 明天一早 飛新加坡 這次一樣也是去工作 然後飛一個四天三夜 現在是凌晨的三點鐘 我六點鐘要起床 這裡呢 就放了我的一堆衣服 然後這裡就一些雜七雜八的東西 它有Unifree的這個口罩 真的是超級顯連小的 一定要把它帶去 哈嘍 哈嘍 隔了兩個星期 我又要出差了 這次又是去新加坡 對 然後現在到機場了 這次就是我還有兩個經紀人 一定去 然後這一次是去四天三夜 在幹什麼 我們到新加坡了 然後現在要放行李 在酒店 我現在呢 到了我的酒店 然後這一次住的是 叫什麼名字 三十什麼什麼之類的 反正這個酒店 其實真的還蠻不錯 給你們room tour一下 OK 首先一進來呢 會看到一個走廊 然後這裡就是洗手間 它的洗手間真的還蠻不錯的 就是整個就是這種水泥的這種感覺 然後重點是洗澡地方很大 就是我非常注重的一點 然後這裡呢就是一面大鏡子 其實它洗手間的燈光呢很不錯 我覺得我可以在這裡拍視頻 然後這裡走出去呢 一樣也是這種水泥水泥感覺的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這裡呢就有一個非常死亡燈光的全身鏡 再來就是一個小吧台 然後呢就是我的大床 可是其實我覺得 有一點美容不足的地方就是它的燈光 我覺得真的很不好看 這裡們看到的窗外就是一個 像有點奇怪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這是哪裡 反正就是不是那種陽光照射進來的感覺 就是感覺整個陰沉沉的 就我原以為呢 我可以在這裡給你們拍視頻 因為我以往來新加坡的經歷呢 我就完全不需要用到我的補光燈 就自然陽光就很好看 結果今天住的酒店 就是說沒有陽光 所以可能這邊就我也不知道怎麼拍視頻 然後這裡就有一個非常長的桌子 電視機 這裡有這一個掛衣服的地方 超大的 很喜歡 還有這裡可以放東西 OK room tour完畢 其實我剛剛到酒店滿久了 有兩個多小時 三個小時了 一直在工作 工作到我就是一整個 不認識我自己那種地步 就一直在剪視頻 等一下要上傳一個小紅書 一個YouTube 對 然後待會就出去吃飯啊 走走啊 逛街之類的吧 我剛剛到酒店附近的 7-11 進了一些貨 三瓶我每次出差必須要有的水 然後一杯泡麵 這一個是Alcohol wipes 然後Pokey 然後薯條 腕腕 還有兩個我很愛喝的 新加坡很容易買到欸 然後這個是日本的牛奶 我打算拿來泡我的代餐喝的 還有這個好像只有新加坡買得到 很好吃喔 我上一次來也是買的 我在房間四處的尋找陽光 Toumode 就完全看不清楚自己在畫什麼 我就跑到廁所來了 今天一樣畫一個很日常的吧 我現在好餓 我剛剛到小紅書去看了一下 新加坡有什麼好吃的早餐 然後我就看到很多人推薦一個叫做 亞昆的早餐店 然後正好是我喜歡的那種 就是馬來西亞也有 就是那種麵包啊 Caya Butter Chilli 感覺很好吃 可是現在重點是我經紀人們好像都還沒起床呢 Amazing 我打扮好了 給你們看一下我今天的Outfit 是一個床裙 然後裡面就是一個吊帶 還有這種開山 但我不想要再被曬黑了 所以穿長袖吧 再熱都穿長袖吧 然後我現在呢要準備下樓了 經紀人他們快到了 我們去吃Branch 今天帶著一個口罩出門 這超好看的 就我之前天天在抖音啊 小紅書看到很多小姐姐帶這款 超級心動 就一直心心念念想要買它 然後呢我在Lazada發現他們其實UNIFREE有自己的旗艦店 我就趕緊買 你們看我戴上去 今天就是一個種草口罩的一天 戴上去唷 你們看是不是超級顯臉小 然後側面看臉也是非常瘦的這種感覺 側面這個弧形設計也非常絕 就是可以貼上我們整個面部輪廓 然後其實我真的很喜歡它 就是因為它戴上去後呢 一點都不悶 就是裡面有非常多空間給你去呼吸 所以其實我這幾天戴這個口罩的時候呢 我的妝也不怎麼會蹭到這個口罩上面 然後它又是白色超級白到 可是我看到他們其實有很多其他顏色可以選擇 就可以搭配不一樣衣服 所以其實我在家也有買了好幾個粉色啊紫色那些 你們看就這種非常精緻的感覺 就有點韓國ONI會戴那種口罩 那其實我有上網看了一下 就它呢其實是有三層的這個過濾 可是雖然說它不是醫用口罩 但是呢它的過濾效果 就是說我們每天都在說的BFE 是大於95%的 所以呢我在新加坡其實日常戴是OK的 而且它真的非常適合我這種鼻子敏感 重患質去使用 因為它裡面是有一個叫做熔噴布材質 就是可以有效過濾灰塵啊花粉啊 細菌呢還有什麼PM2.5 然後它質地真的很柔軟 所以我這種敏感鼻子呢戴上去呢 外出一整天也不會一直因為灰塵啊弄了鼻子很癢 然後呢我下單的時候是看到它有三個不一樣的尺碼 就是SML 那小朋友呢穿S就可以了 像我們這種正常臉型的戴M就行了 那如果是說你體積真的比較大的話呢 就可以拿一個L這樣子 你們真的天天在IG問我這個口罩哪裡嘛 現在就告訴你們啦 就你們直接到Lazada去搜Unifree的旗艦店就有了 然後我剛剛姐姐才告訴我說 他們現在7月7號有一個活動 他問我要不要再囤多幾盒 那個活動是買兩盒 他就送一盒耶 很值得耶 所以我覺得你們真的天天問 現在趕緊趁活動吧去下單 Hello 我們今天來逛街 我們剛剛本來要吃碳魚的 可是太多人了 我們就拿了個號碼 他們不太明白我的這種審美觀 恭喜不太可惡 因為我都沒有在啊 我們一定要吃水 我能吃得到的 我們就吃了 我去吃的 我去吃的 你看 你出門 我來吃 我吃的 我來吃的 很酥 我去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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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